各位小老大们你们好 这里是小鬼头 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小娃姐姐 谁能吃掉的咱咱龙脯 今天是马蹄大嘴和小鬼头 你偷偷的玩哦 你千万不要告诉大嘴哦 小娃姐 其实 其实老大 大嘴 小鬼头 大嘴怎么了 我都说过不能告诉小娃姐你的 哼 小鬼头 你要不说的话 我可走了哦 小娃姐别走 我说 老大对不住了 其实 老大也偷偷瞒着小娃姐玩了一集游戏 小娃姐你可千万不要暴露小鬼头哦 好呀 原来这样 我说他那天怎么回家那么晚 小娃姐你们 我的天哪 说多了说多了 先开始游戏吧 小娃姐 小娃姐 本期玩法为精彩下面哪一位僵尸能吃到数量最多的茶茶萝卜 参赛选手有二眼独豹僵尸 大爷周看僵尸和军业军徒僵尸 每次上场五位 小娃姐你支持哪位选手呢 我选军业 小娃姐你现在都不太犹豫一下的嘛 各位小老大们觉得小娃姐的选择是否正确呢 进入测试环节 首先第一轮是我们的二眼独豹僵尸 round one ready go 只有一位二眼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造不同不相为谋 但最后很明显 还是结巴而行剩下的比较多 第二次分开 这次比较平均 有一位也即使取决赶大部队 免受了许多磨难 这前面两位爷是去铺路的吗 路一铺好 只要勇敢前进就好了 很可惜 坚持不到那个时候了 二眼祖挑战失败 无人知道咱咱罗宝 第二组 大眼祖 round two ready go 小娃姐整齐的步伐 业里多就是不一样 确实 啥也不怕了 咱去送人头啊 还好还有两位选择证券了 运气不算太差 这两位爷也是不复重握 配合十万默契 最后挑战成功 一位爷顺利吃到长长萝卜 最后是小娃姐支持的军业组 他是不是里面运气最好的那一位呢 废话不多说 先插播一段广告 好的 现在第一次选择 失去两位同伴 这一情况在我意料之中 军业组真是分工十分明确 这位军业 已经吃了一个了 不够贪哦 最后军业则有两位军业成功吃到了长长萝卜 正式结束 三位爷运气最好的是军业组合 同时也恭喜小娃姐选择证券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小娃姐你怎么还抢词的啊 小娃姐们再见了